哈喽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协黄的篮球世界 但你每天了解最新 最有趣的NBA世界 北京时间9月2号 NBSU市场正在进行 次年8800万美元 担负决金金下第三笔签约达成 阿龙格登将继续联手全明星中锋约级起 据来自决金随队记者Mike Singer透露 阿龙格登与担负决金在续约的这个问题上 双方都是保持乐观的态度 新的合同最快将会在这个星期就能够达成 需要重点强调的是 葛登有机会拿到一份价值四年8800万美元的合同 平均年薪高达2200万美元 也可能时间方面会缩小到三年或者两年 但不管怎么样 前者是不会低于一年2000万或者一年2100万美元年薪 这个还算不错的价位 作为如今决金内线 作为器重的一员大将 葛登在续队中的地位虽然不如约及其 但是在决金的战术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而决金如果想要冲出西部强敌的冲冲包围 葛登将会是关键一环 上个赛季交易截止日前 决金与魔术完成了一笔重磅交易 将葛登引入队中 虽然葛登只为决金出战了25场比赛 但是他仍然能够贡献场均10.2分4.7篮板2.2主攻的数据 毕竟他在来到决金后并没有过多的适应期就投入到比赛当中 因此这样的数据还算及格 而决金也希望葛登在新赛季能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作为西部近几个赛季崛起的球队 决金已然成为了西部最受关注的球队 可是在长国赛打出好成绩的同时 在季后赛决断断 决金最总是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 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决金的进攻点过于明显 跃击旗已经成为了决金的战术发起点 而木雷则作为外线的得分点来拉开防守 但是在二人中间缺少一个合适的串联者 而这也是决金总是会在季后赛提前出局的原因之一 格登虽然以扣篮坚长 但是他的技术却十分全面 无论是篮下的背身单打还是中距离跳投 格登都能保证一定的成功率 随着小球战术的兴起 格登也开始练习出了三分球投篮 虽然他的三分球命中率始终维持在30%左右 但是在上个赛季后赛 格登的三分命中率已经达到了39.1% 只要经过一定的练习 格登在这方面还会有更大的提升 在防守端 格登虽然不是一名一对一的防守高手 但是借助出色的身体素质 格登总是能够在防守端找到对手的漏洞 从而完成抢断 绝肩是一支强调防守反击的球队 而格登的移动速度和弹跳能力都十分出色 在补防过程中经常可以给对手一记封盖 在绝肩的防守体系中 格登能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 穆雷在新赛季仍然会学习大部分的比赛 在外线缺少得分点的同时 内线势必会成为决金在新赛季保证成绩的关键 在越基奇已经成为对手的防守关注点之后 如果格登这一点能够有所发挥 那么决金的战术也将会得到更多的演变 为了让球队在西部继续保持足够的竞争力 格登在新赛季也势必会承担更多的职责 与格登完成续业后 决金未来的两三年之内都能够保证一个稳定的核心轮换 相比胡人快船等强队 决金的账面实力并不差 而且也有希望在新赛季打入西部决赛 只要决金在新赛季能够继续保持上个赛季的那股冲劲儿 那么他们仍然会是西部球队冲击季后赛的最大搅局者 接下来让我们来说说达伦·克里森 对于这位多次把胡人当猴子耍的球员 广大胡人球迷应该印象非常深刻 18-19赛季正是克里森最巅峰的年纪 他本有机会在休赛期签下千万合同 然而他选择了退役 有人说克里森加入了某些神秘教会组织 也有人说克里森挣够了钱想多陪陪家人 但协黄知道这些都是虚的 三十出头的球员巅峰退役 钱花完了就回来了 譬如桑德斯退役短短半年 克里森便动了回归的想法 公开发出风来将会在禅国赛赛季中西付出 预计加盟一支洛杉基球队 听了这话胡人和快船两堆纷纷化身舔狗 其判长用底巾获得这名强员 许知那一年胡和船都是征冠大人们 谁能征到克里森就能多一分征冠力量 胡人这边出动了珍妮阿姨 老板亲自陪克里森看球吃饭 这份诚意几乎不下于当初草草望旅 相迎许优 然而克里森丝毫不畏所动 看罢比赛吃罢晚餐这才发言 我决定还是不复出了 你认为这就完了 远远不止于此 19-20赛季克里森再度宣布复出 并为胡人队视讯 然而事实证明 所谓的复出只不过是一个又一个的烟雾弹 大约一个月前 克里森又又又又放出消息 他公开表示 这次真的要付出了 想要我的球队们赶紧冲啊 他主动为胡人视讯 然而现在的胡人对他已经失去兴趣 三年前 他市场均12分的优秀轮换 三年后 他只不过是一个三年没打球 年纪高达34岁的老将 就连胡人这个西洋红俱乐部也终于看不上他 本因为他就会就此退役 谁知 克里森买了张机票直飞荆州 为勇士队视讯 邪黄只想说一句 要是真想付出 就踏踏实实视讯 可别再一波又一波的耍猴了 说到勇士 就不得不说一下库里了 一说到联盟里的好脾气球员 那库里绝对是榜上有名 毕竟作为超级巨星 库里压根就很少会在场上 跟其他球员发生冲突 即使在场下也会跟其他人嘴仗 也是为了队友出头 但是最近库里的烦心事可真是不少 这不 库里的前队友杜兰特又再一次嘴炮库里 最近狼王队迈克詹姆斯 在社媒上表示 库里仅仅只是投篮准 别的技术都是欧文更加出色 也就是说 从整体实力上来讲 欧文是要比库里更出色的存在 那么事实上真的如此吗 就不说总冠军对比了 库里是NBA两连MVP球员 而欧文距离MVP的标准还非常遥远 所以为什么欧文会比库里更加出色呢 而为了力挺队友欧文 杜兰特也是直接点赞了该社媒 不得不说杜兰特确实是第一行商的代表 实际上按照贡献角度上来讲 跟库里组队杜兰特拿下了两个冠军 而跟欧文合作的第一年 双方还没取得任何成就 这么心急吐槽库里 难道也是为了暗示 自己在勇士时期 其实才是最强的那一位吗 球迷热意道 这是杜兰特基本操作 前队友都是阿猫阿狗 无语 欧文也得小心点 回头万一不是队友了 指不定说啥 库里人球结合也不差 只能说运球确实没欧文好 但只是投篮好这也太片面了 杜兰特为了捧新队友老师才老队友 这也太阿猫阿狗了 有趣的是 在前不久 杜兰特和格林 还在节目上互相透露了 当初离开勇士队的原因 作为杜兰特离队的当事人 格林那一句 在你来之前我们已经夺冠了 反而是最伤害杜兰特心思的 而杜兰特整个离队过程 跟库里可以说是半毛钱关系都没有 跟当初骂自己的格林都能和解 为何杜兰特还要隔三差五 就嘲讽库里一通呢 更别提库里 最近因为爸妈闹离婚的事情 而焦头烂额 如今杜兰特在这个节骨眼上 又要踩库里一脚 邪黄只能说杜兰特确实有点小人 而且居心险恶了 曾经库里愿意为他牺牲那么多 甚至没能拿下FMAP 如今换来的只是杜兰特的冷嘲热讽 不知道库里本人看到这些内容 又会做如何感想呢 你们又是如何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有点不错的 会不会有可能 不错的 有点不错的